我不知道百合的壓力還是我的壓力 其實壓力是蠻大的 雖然我們有信仰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經歷 經歷那個所謂的化妝的祝福 那 百合可能不太經歷 他每天跟我講說 女兒今天聽不見 女兒今天聽不見 可是當我 第七天、第八天的時候 我覺得 我就跟百合說 可以停下來 我說我們一直在宣告 寶妹耳朵聽不見 我說我們來禱告 我就在視訊那邊就跟他禱告 禱告完之後 我又回到 就是要睡覺之前 我又繼續禱告 我突然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一個幻想 我突然就 我當然有謝謝利言團體 我就一定有點被我們打 我突然就看到一個人的臉 就是黃古倫 另外又看到李金玉的臉 我趕緊就打電話給你 我說我看到這兩位 一位弟兄跟一位姐妹的臉 那他說那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說你去找他們 因為神道我看到這兩位 他們可能要來幫助我 那這種話如果各位聽起來 一定覺得說 這是天方夜談 可是我現在要做這個見證 我就請百合 其實基本上他不太願意 因為百合說 他每次要跟別人訴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心就好像重新被割一次 那基本上他講他不太願意 那我不知道後來他有沒有時間去找你 但是我就是用方式跟他講說 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人的方法 那結果我也打電話給黃古倫 那也好像也跟你說了 就那天我們團體結束的時候 古倫老師也來了 然後金玉也到了 還有文正哥、易銘跟維林 那其實維林我大嫂 這麼親的人 我們都沒有講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說 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問題 也不需要帶給別人 可是我跟百合講 如果是兄弟姐妹 是一家人 在某些情況下 你如果信任得過 有時候說出來 搞不好問題不應解決 可是你心裡面那個障礙 就想了很多 那天大家就圍在一起打招 然後寶妹在中間 後來寶妹突然就哭了 後來我們就問她說 為什麼哭了 我陪陪說她很感動 這一群叔叔 問問阿姨為她祷告 然後在禮拜四的時候 那當金玉 當百合跟金玉講了 因為當金玉他要了解 到底什麼狀況 跟金玉講了寶妹的狀況之後 文正哥也突然有感動 就帶寶妹去針灸 是在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四針灸禮拜五祷告 到了禮拜天禮拜一 祖日完了之後 寶妹突然聽見了 這樣子對我們來講是 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其實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可是我覺得 我這樣講 我覺得這是上帝的恩典 不可思議 因為全台灣最優秀的醫生 都跟我們說抱歉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們沒有去跟別人求 沒有去 我們就是禱告 然後上帝開始動功 讓旁邊有多聽見 當人跟我說 他有多聽見的時候 我說 你在說什麼啊 其實我們都擋抱 可是我自己都不相信 可是上帝做了這件 這件很奇妙的事情 我們就回到醫院去 再做聽力檢查 他的耳朵聽力比 第一次 做聽力刪險的時候還要好 你知道這根據是 沒有辦法去做解釋 可是我要在媒體 人家都是矮銀 不要講這個 我跟你講這就是要講 我就是要講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做到 包括這本書 說句實在話 金玉、文正哥 還有馬姐、楊哥、聖誠夜歡、知情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明星 大家要比資歷、要比能力 其實我們都差得遠 可是今天上帝的恩典領導的時候 他讓我們做一些對的事情的時候 他不是要崩潰我們自己 他要把這愛傳出去 所以我也謝謝天下文化 也謝謝還有洪賽平、洪長老 他們穿著眼線讓這事成就了 其實就是告訴世人 其實有一位愛的天 你知道嗎 當我看到寶妹 聽到寶妹 看不見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 一個做復興的心 那種 心 不能說心碎 就是心疼的感覺 我相信我們在逛到難處的時候 上帝也在心疼 可是他有他的時間 他一定會幫助我們 關鍵是我們不要放棄 我覺得我反而說 我們不能再一直宣告說 寶妹聽不見 我所說 我們在台灣的社會 先不要講全世界 一定有很多在角落旁邊 需要會幫助的家庭 他們父母親 可能跟我們一樣 說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走不出來 可是如果當父母親 願意踏出那一步的時候 小孩子又跟著一起走出來 很多的家庭 可能因為從此而聽見 聽 就不用聽一些那種負面的東西 是可以聽一些愛的聲音 所以這是我們出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